的 這當我沒有在看嗎 哈囉 又是乖乖 元怪生存15集開拍啦 經驗值的噩夢又來了 我們上一集呢 超認真的 弄了一大堆的經驗值喔 我跟你們講 我私底下更認真 你們看我現在等級 竟然直接43集了 我 還有附蠻多抹的 然後我還弄到這些整集了 那有聽從很多人的好建議 像是這個啦 他們都說 欸 冠哥你就拿這個糕爐啊 然後他燒東西比較快嘛 喔 是煙燻爐 他燒完的東西你拿出來 然後就會有等級了 所以我就在這邊弄了一個 就是有一堆肉嘛 然後連接下來之後再收進來 阿當然這邊的這個肉斗 我有頂住啦 就如果我要收經驗的時候 我就把這邊塞住 他跟我說用這個燒 哇 這個真的超厲害的 這個至少可以燒一組超過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 受經驗更厲害的方法 你們以為是身後那些鈕嗎 不是喔 是 身後那一大群鈕喔 私下的時候我把這裡弄得超多的啦 我已經收不了 慢慢在這邊收了 你看你看 哇 這個已經擠到整個長條形的 這個農場都已經 塞爆了 而且那個FPS應該是會下降喔 你看我們看後面這邊喔 225 77 72 那個轉過來這邊直接 哈哈哈哈 可憐的電腦 然後那邊因為有講台啦 所以那個牛會站的高高的 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私下 我到底有附了什麼膜喔 我私底下的時候 欸 就是都一樣廢阿 你看這個 這兩個完全都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勒 喔這邊這邊有 喔我用保護士 哇這個 好啦那這兩個是一樣的意思嘛 這一個比較耐用啦 先用這一個 然後我自己弄了蠻多的附魔書喔 就是都亂附啦 我只要看到他是最下面那一個 我就直接把他附上去了 完全不管他是什麼 因為有的會像這樣子 你看 會有那種附加式的 我就祈禱他可以弄出一些 平常拿不到的啦 但都蠻慘的 那我下面還有43級 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換一個附魔 這裡 爆炸保護我不需要 喔幸運 幸運又來了 屍... 屍醜我需要嗎 好像 需要欸 啊 我我我我自己在私下的時候呢 終於理解出來了 我們附魔呢 他不是有三個選項嗎 那 其實他的那個附魔的內容 是會 隨著不同的材質而更換的喔 即使你是同一個東西 有很多觀眾都說 沒有 冠哥 你誤會了 其實 就可能我今天都是稿子 不管什麼材質的稿子 他三個選項都不會變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真的撤出來了 真的會變 我們現在是幸運絲綢耐久 如果換別的 來 幸運絲綢 有沒有 直接變效率了 所以他的細項還是會變的 但是這樣就代表 完全是碰運氣嗎 沒有喔 他的第一格都不會變 這一個這個 等級要三個附魔等級的這一個 你不管換什麼 他永遠都是幸運3啦 就是他出什麼 他就不會再換了 但是後面這兩個可能會換喔 這個鑽稿呢 我們直接把它取消了啦 我們要拿的是 鑽 欸 幸運 我們鑽石有需要 幸運嗎 為什麼我覺得好像 不是很需要 算了算了 應該還遇得到啦 我們先附鐵稿吧 絲絲絲絲你就可以了 哇 就只有一個 好 沒關係 謝謝 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有了啦 各位我剛剛 不知道過了多久喔 我終於有四大部位 全部都有火焰保護了喔 然後還多拿到一個 這個水裝呼吸不錯欸 把這個頭處理一下好了 來我相信你們應該是一頭霧水說 冠哥這一集 到底一直在講什麼火焰保護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的各位 我們今天就是要帶來這件 火焰保護的裝備 去地獄游泳喔 我看有人跟我說喔 等一下我的褲子怎麼那麼鮮豔 有人跟我說 冠哥那個 你把那個火焰保護覆滿之後 你去岩漿裡面游泳也不用擔心 但我不知道 鐵裝頂不頂得住啦 感覺是有機率 危險 來因為我實在是不知道 我這一次去 我到底能不能安全活著回來喔 所以我帶一點金蘋果好了 以防萬一 如果真的不幸掉下去岩漿湖 然後我們 跑附近還沒有可以著陸的地方 至少可以撐一下吧 OKOKOK 我們趕快出發了 真的有阻礙到我喔 厲害了喔 欸 我從這個門出來 也是來到下面這一邊欸 不是從上面下來欸 喔 熔岩史萊姆 欸這熔岩史萊姆 原來他不叫熔岩史萊姆欸 他其實後來有改名 他叫做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立方體喔 什麼鬼立方體 來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想辦法先下去 哇 欸這個 這地方真的很會生這個人 他一不小心把我打下去 我就吐了喔 欸不要啦 你不要來喔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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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啊 真的下去了 等一下 欸我可以嗎 我可以嗎 好像可以喔 好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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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在岩漿裡面游泳喔 哇真的可以欸 他扣不太痛欸 然後我怕我會死喔 我先克個金蘋果 等一下 我的那個耐久會不會爆啊 還好還好 還沒有爆還沒有爆 所以我可以在岩漿裡面游泳嗎 好像可以欸 我現在是在游泳嗎 我看不到我自己欸 我的視角看不到我自己 而且你們怎麼走這麼快啦 哇他們在岩漿裡面也太快了吧 我現在很怕喔 因為 我還是不習慣在岩漿裡面游泳 誰會習慣啊 趕快上來趕快上來 先上來先上來 在岩漿裡面走超慢的啦 哇 這個體驗 哈哈 這個體驗 好溜喔 我真的沒有死欸 不過好像很耗這個耐久喔 快爆了喔 哇賽 來我們把距離調遠一點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尋找我們的新地形了吧 來 跟你們說啦 我現在 掉下去 我們一直往同一個方向走 應該是會有 新的地形吧 不可能這個玄武岩三角鐘這麼大吧 而且我們這一次有帶石頭之處搞來喔 我們這一次就可以 唉唷欸 我們這次挖這個 螢光石喔 可以直接把它帶走喔 回去還可以來做裝飾 Beautiful 唉唷 你這裡也燃燒怎樣 你不是石頭嗎 可能是連到旁邊的樹葉吧 唉唷欸 我相信很多觀眾一定會說 瓜哥你為什麼要帶樹葉來啦 喔喔那個 我最多的方塊就是樹葉喔 I'm sorry啦 我記得地獄現在的豐富性呢 是非常足夠的喔 一堆人都推薦叫我來這邊住喔 我不知道你們是真的 希望我來這邊住 還是祈禱我下地獄喔 來 喔喔 新地形吧 你看前面是藍藍的天空欸 很像以前我們模組生存的那個 昆蟲世界喔 唉我看到旁邊這邊有那個骨頭欸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骨塊我們都把它帶走 這超多骨粉的啦 這超好用喔 而且骨頭打掉的聲音還蠻好聽的欸 來 這裡都是靈魂殺欸 喔那邊還有骨頭欸 好多喔 這個地方怎麼 哇 什麼 這裡的地獄幽靈是本來就這麼多嗎 你們不覺得這裡 做得很像什麼墳場之類的嗎 到處都是骨頭還有很多幽靈喔 來啊 走開 喔 小胖胖 喔 他只有兩隻腳喔 我一直以為他是像一隻牛 然後後面可能還有身體這樣欸 結果沒有 他只是一個 今天我們可能也沒辦法帶走他之類的吧 喔 這個不是靈魂殺 這什麼 這是石頭嗎 不是 靈魂土嗎 真的欸 可以想一點有創意的名字 喔唷 哇 炸電梯喔 欸 什麼 幽靈之火喔 會燒到嗎 會 會一直燃燒嗎 喔會了 怎麼有人會這麼想被燒 來來來來 我們有帶幸運稿對不對 喔沒有欸 那我們把這個石英帶回家挖 不錯喔 欸我們這一次來地獄就沒那麼怕了 我們以前來地獄會怕呢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怕 他掉到岩漿裡面燒死喔 因為正常來說我下去大概就是被秒啦 這一次真的讓我大開眼界了 他連吃食物呢 都可以補得回來 那個生命值 好了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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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們從哪裡來的 我們先回去 來 靈魂 靈魂殺 靈魂殺 來 從這裡下去 有沒有 我剛剛那個技術 不得了喔 連柳哥都會流起來了喔 我們要記得從地獄門過來的 這一個方向呢 是 剛剛那個像幽靈的地方喔 很像墳場欸 那個場景如果 他的名字呢 真的有跟墳場呢 有差不多的意思 我會覺得 他是一個做得很成功的地形喔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在記那些名字啦 所以你可以讓我猜出來的話 我真的會覺得 我空碟越來越厲害了 從這邊 跳過去 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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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來地獄一趟 結果這個燒完了 我這個是已經有耐久3了 那個耐久還消耗得這麼快喔 所以 我們也不能這樣一直亂玩喔 不然蠻浪費我們的經驗的 為了這一集呢 我可是消耗了超多經驗喔 來來來我們先回去 有喔 那個圍牆真的有阻礙我喔 蠻厲害的喔 那把剛剛挖到的蠻厲害的箭材 全部都放進來喔 但是我們這樣子遠遠不夠喔 我們還要再去玩一次 然後我現在怎麼才發現 我身上怎麼會有三個鑽石 哇我剛剛如果死掉了 真的是虧大了欸 來我們剛剛出地獄門的時候 是往右邊走 這次我們往左邊 看會不會遇到新地形 這個下雪的地形是真的很厲害喔 他應該是類似什麼火山地形吧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像下雪的粒子效果 其實他應該是 什麼火山灰之類的東西喔 他應該不是這麼單純 就是好像在下雪 剛剛我們那個是模擬墳場喔 就真的下地獄的感覺 我看能不能找到新地形 然後讓我一眼看得出來 那個是什麼地方 來 這一次我們從這裡挖過去 好不好 我們就不要在那邊鋪了 因為那個 樹葉是會燒掉的喔 會不會從這邊挖出去是一個 嘖 綠綠的 這個地方是我們那個 倒數器件室裡面遇到的那個地形喔 水喔 哇我一直想要來逛這個地形 我就是想要來逛這個地形 這什麼 扭曲 菇啦 對啦菇啦 這邊有這個啦 我就是想要這個 這個很 我這樣吃可以直接挖掉嗎 喔可以 喔我一直記不起來他到底怎麼唸 欸 也不是用這個欸 也不是用斧頭砍欸 該不是用剪刀吧 是嗎 你是用剪刀嗎 那不行欸 這也不行 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 然後這個地形有沒有一些 這個是 喔這是木頭欸 我以為外面這是門藤蔓之類的 欸 在地獄裡面有木頭 扭曲柄 來 這可以蓋東西嗎 可以 喔你真的是木材 喔他這他這他自己就有寫了 對不起 哇 這個蠻迷幻的耶 他這個造型是 欸拿拿來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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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講 這個拿來蓋建築 我覺得 不錯喔 我我我我我 我現在腦海中是很有畫面的喔 哇 今天來地獄這一趟 好像 對我來說是大豐收啦 我我我 當然你們可能玩minecraft玩比較久 可能會覺得 罐罐你這個收集是什麼爛東西 但對我來說 我跟你講不一樣了 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一步一腳印來 由 簡單 再慢慢到困難喔 好啦我這樣子講 你們可以比較不要 那麼用力的砲我嗎 地獄罐罐 地獄罐罐罐 地獄什麼時候有這種峽谷啊 欸這個地獄 地獄的改動是真的有了不起耶 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呢 我把它稱之為 地獄峽谷也不過分吧 我們以前是地獄 完全沒有看過這種地形 我以前在地獄待的時間也不少喔 還蓋了一個大車站嘛 很多人還希望我這一季再蓋喔 你們先饒了我 我們一個一個慢慢來 欸 又回到這個地形了 哇喔 這個一定是要用剪刀了吧 有有有有 我拿到了 扭曲藤 都帶走都帶走 哇喔 這回去可以種吧 這感覺就是一定要種在這個 這個 這個地獄室裡面喔 欸因為我剛剛怎麼聽到一個音樂聲啊 我我我我 我的設定裡面的音樂不是都關的嗎 對啊 剛剛這附近好像自帶一個背景音樂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欸 剛剛那個聲音是讓我有點起雞皮疙瘩欸 說實在話 來應該夠了吧 是什麼地獄草喔 裡面有什麼草 這個 扭曲 根 這裡安德是不是有點多啊 你們一次再生四隻出來對不對 不只喔 這裡不只四隻安德喔 這裡超多的安德欸 這裡叫安德森林 我覺得夠了我覺得夠了我覺得夠了 我覺得夠了 我們今天最後最後 再怎麼樣也要 踩到一些那個 螢光石吧 我剛剛只拿到一點點欸 來 好好的挖 耶 一次就一顆喔 不用浪費 不是吧 不是吧 我有看到你 下面那隻安德真的很生氣欸 氣什麼 我都沒說你手上拿我的方塊了 我現在很怕我 一出去到他可以瞬移過來的地方 他就把我打下去 然後 安德打人超痛的你們也知道 因為我身上完全沒有任何保護喔 我被他打到是直接 直接 唉唷欸 其實我應該是可以登出 然後再登入啦 這樣他應該抽混子就消失了 但是 瓜哥是真男人喔 真男人是沒有再畏懼的喔 來 挖出來了 來來來 我們的金蘋果可以頂兩分鐘 如果 安德把我打下去的話 我是會從這邊直接摔死的欸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摔死 我真的會崩潰 我身上挖超多東西的 你就讓我平安回去一次就好了 拜託 敢不敢讓我平安的回去一次 我覺得 熔岩史萊姆 不友善喔 不友善 真的不友善 喔 極限操作阿各位 阿可以 可以補一下血嗎 你可以回一下我的血嗎 我現在不懂為什麼他不補血喔 但我很焦慮喔 這裡挖出來 有了有了到了到了到了 來喔各位 我現在要非常小心 我跌高一點 這樣讓那個史萊姆跳不到我 然後我們趕快回去 現在就不能速疊了喔 這時候你休想叫我速疊 就算你給我超級留言 我也不會速疊給你看喔 來來來 輕輕的下來 輕輕的下來 不要摔到喔 摔到就死了喔 沒事喔 沒事喔 關卡成功了 快回去喔 快回去喔 是的各位 我們可以補血了 太感動了 我們 我們去 你們看我身上 拿到了那麼多 兩組的那個地獄石英礦喔 然後還有這個 什麼疙瘩塊啦 什麼根啊 然後亂七八糟的木頭 跟一些藤蔓喔 我非常的開心 那今天我們也成功的證實了 我們這些鐵製的 欸 我覺得鐵製的 如果你全部都是火焰保護士 是真的有機會 不靠金蘋果 就在那個岩漿下面游泳喔 我剛剛其實是補的回來了 但是我會怕嘛 所以我還是先吃個那個 金蘋果壓壓驚 而且我還有一些 是火焰保護3而已 還沒有到4喔 如果他完全4的話 我真的覺得 有可能岩漿是燒不痛的喔 好啦 今天去地獄的體驗呢 真的不錯 我們總有一天 也會把我們的家呢 搬進去地獄裡面喔 進軍地獄 到時候再看我 怎麼下地獄吧 那再介紹之後發展吧 喜歡吧點個喜歡的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會想看冠哥這一集 竟然沒有死掉的朋友喔 那麼就下集再見囉 驗證血統的時候又到了